真是很震撼 哇,這個煲熱辣辣的,18元而已 在哪裏有得吃呢? 這東西現債現賣,那些人真是沒有介紹錯 大家好,養我陳仔一號呀 近來見多人去連堂,我都去連堂街市逛逛 搭到來連堂站,在D出口出 上到地面,右手邊竟然有間麥當勞 這裡有間麥當勞 上到地面,見到這個方向,沿著這條郭威路直走 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就沿著這個方向,走去深趙玉菜街市 出了地鐵站之後,走幾分鐘左右就去到這個街市了 我們來到這裏大約9點半左右,有些店舖都剛剛才開門 這個位置就是街市入口 如果沒有留意,真是好容易走過路 這陣子走過幾次近關口的街市 他們有個特色,雖然貨貨貴一些,但貨貨都幾企理 可能這裏,比較多香港客 要做到香港人的生意,你的貨都要回不上一水準才行 陳媽媽喜歡吃辣,亦都喜歡做辣椒醬 見到這裏有辣椒粉,當然不錯,買點回去做吧 一支好的辣椒醬,辣得要有層次,亦都要香 所以要有幾隻辣椒粉,這樣才做到好的辣椒醬 在深圳的街市,就比較容易見到香料店 一次過賣不同品種的辣椒粉 而且有現貨,容易看到美不美 比起上網買,可購得多 我發覺連塘這區,賣滷水我的店鋪都不少 連你眼前見到這一間 今日我最少都見到700間店鋪是賣滷水我的 不過你說哪一間好吃,肉眼看,真好難看得出 後來有些店鋪,老闆聰明一點 他直接拿鵝肉給你試,讓你們試到合自賣 那有得試,當然好一點啦 講回這個心照肉菜街市 雖然這裏面積不是很大 但是這裏真是五臟俱全 各樣都有得買 而且每一檔擺出來的貨都有差不多 至於價錢方面,一定比我之前行過的街市貴一點 但是都是比香港便宜一大缺 可能這個街市比較近口岸,亦都近地鐵站 所以在我街市都見到有不少香港人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貨流轉快 我見到很多檔買的東西都好像挺新鮮的 好像這裏賣牛肉那樣 講明說幾時會翻貨 一天翻三次那樣 走到這間牛肉店,最吸引我的不是牛肉 而是 右手邊這堆特色炸物 最初我見到沒什麼人買,而且價錢都不便 所以走到其他檔看 不過轉過頭,見到人頭湧湧 走回來見他即場炸東西 我也是第一次看人現場炸魚餅 畫面不止治愈,而且還很香 接著客人自動波,每個人在挑 最後陳仔也買了一斤魚餅,29元一斤 魚餅我回去找烹調煎至醬糊糊糊糊糊 造成外脆內軟的口感 這隻魚餅真是意外那麼好吃 另外,我們也在他旁邊買了蚵果 12元一匹,裡面的餡是菜寶 喜歡鹹食的朋友,可以試試 離開了街市,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過馬路之後,我們走到另一邊的露天街市 原路見到不少特色小店 好像這間賣胡辣湯一樣 都幾多人光顧 旁邊這間賣殺豬粉 旁邊這間賣殺豬粉 豬頭鵝 嘩,好大隻 只可以試一個 四十多元,不需要 這間賣滷水鵝 我們最後在這裡買了一個下裝 這間的滷水鵝都醃得入味 不過吃下去就沒什麼鵝肉味 類似我在香港買的滷水鵝 其實走多一陣,還有幾間滷水店 而且還有得試吃 所以大家過到來都可以看定才買 這間店舖就賣些潮州土產 然後見到這間賣雞蛋漢堡 見到它馬上做,好像挺好吃的 再走前一點就見到這間素食派 這間店舖專門賣豆類製品 我們見其他頻道都有介紹 所以都特地過來看看 我們在這裡站著一陣 見到不停都有顧客來買東西 另外見它的豆製品都做得挺好 尤其是這一樣 這裡有個價錢牌給大家參考 陳仔最後買了炸豆腐和炸腐竹 你看炸腐竹堆到山那麼高 應該都挺受歡迎 那些炸腐竹用來打火鍋和綠麵都很好吃 其實這條路除了小店之外 沿路都有很多地攤 有不少人都在批發裡拿貨來賣 價錢都挺便宜 離開了素食派 我繼續向前走去露天街市 走到這個位置看到這裡真是旺很多 眼前這條行就是紅色這條線 街頭這檔賣生果都挺大檔 挺多選擇 不過更吸引我 是3元這個牌 這個店裡全部家品都是3元 現在眼前這麼多不同款式的碟 通通通都是賣3元人一隻 當然這間店不只賣碟 其他家品全部都是賣3元一件 這道賣海鮮都是放在街頭 除了賣海鮮之外 他連鹽焗雞都買賣 其實這個露天街市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裡面有很多檔口 還有有店 其實都挺多選擇 挺多選擇 買菜啊 這邊的檔口 菜看來都挺新鮮 這裏寫買雞都會幫你卓熟 這檔賣潮沙牛宅 都挺大檔 牛宅用煲熱著 看來都挺吸引 走到這檔竟然有糕點賣 原本這檔是賣潮州的 但是見街坊買糕點 不買得多投入 所以給他吸引了一個你看看 再往前走一陣 有幾檔都是賣魯水鵝的 眼前這一檔更有得給你試 走到這個位 大概是露天街市的一半左右 你見前面都仍是人山人海 好多人在這裡買菜 右邊這檔應該是賣豬腸和豬雜 這檔的菜都閃亮亮 如果平時又買開土福寧牛大力的朋友仔 走到這邊應該適合你 這裡有幾檔都是賣這些 很多檔都賣山草一樣 好福寧牛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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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是我貨利座 好福寧牛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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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檔賣山草還挺大 還有好幾款提子給你選擇 好福寧牛大力 好福寧牛大力 走到這裏,竟然有土質的花生油和芝麻油 真是第一次見 對,很香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喜歡深圳的街市買番薯呢? 如果知道哪種品種好吃,留言告訴診仔 走完露天街市後,我們找一間小店吃東西 最後在這間店鋪坐下,你見到煙燻燻 可能你已經猜到,沒錯,我們去吃石磨腸粉 我見這間店鋪,有人特地在等外賣,裏面有人堂食,所以又去試試 我這碟是蛋腸,成為6元人仔 看樣子有點普通,但吃下去都頗滑 還有它的汁都很飽味 後來加上它這個豆瓣醬吃,更棒 陳仔喜歡在這些小店吃 是因為他們的食物,很多時都即場做給你吃 而且通常是由老闆做,所以味道特別好 有興趣來吃的網友,認住他的名字 見他這麼認真地做些腸粉,都是吸引我進來吃的原因 剛才我就是由露天市場那邊走過來這邊 吃完腸粉就去咬下肉菜市場逛逛 這個咬下肉菜市場,比心照肉菜街市場逛逛 雖然這邊當數小,但他這邊買的東西看來都ok 而且這邊的價錢,普遍比較便宜 這邊的滷水絲鵝都是賣42元 這邊的鵝鵝都不少 這邊雖然小,但賣魚的當數都不少 最後我們在這一間買了大魚頭回去 大約兩斤左右,成為30元 回去拿點蒜頭豆豉蒸,魚頭都頗滑,頗鮮味 這檔像是兩夫妻組,都很多客人來光顧 走完街市,我們移進來的條路,走出郭威路 整晚之前我買了杯招牌檸檬茶飲 在郭威路逛了一輪 最後我選了這間周紀撈麵有去吃 我看他的圖都拍得頗漂亮,而且裏面的裝修都頗綺麗 不過我沒有看大眾點評,照進去試試 這裏就說吃客家夜的,有幾個套餐可以讓你選 不是粥嗎? 是粥,可能是粥 現在這個時候就有一粥 即是這個季節 是不是雜粉? 陳媽媽選了這個三級帝湯魚粉 三級帝粥那些? 三級帝粥那些? 三級帝粥就是豬 豬腸 很漂亮 他這個配菜挺好吃 少少酸辣,很開胃 配飯配麵都OK 他這碗麵,湯都挺鮮甜 豬雜處理得很乾淨 豬腸、豬潤都很好吃 這個就是陳仔點的了 就是包汁燜雞飯 店家很聰明,用熱鍋上 全程吃的時候都熱騰騰騰 他調味不會太鹹,剛剛好 鬆飯一流 後來看大眾點評 他都有3.8分 不錯啊 嘩好香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 給個like我,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鐘仔 下次出新片 第一時間通知你看 拜拜